歡迎來到我們的賺錢秘籍 小莉姐怎麼稱呼 我們能先問一下妳 一個月最高的收入是多少成嗎 之前我最高的一個月賺了五百萬 五百萬 那妳是做什麼行業的 有包括我的那個投資 投股票跟幣 然後還有就是在直播上賺的 所以妳平時有在直播跟 玩股票 然後投資貨幣 對 投資比特幣 現在開始證明一下這些數據 好的 先給妳看這些我承判魚兒 看到嗎 然後五百萬 對 然後再給妳看一下 我真的沒看到 我真的沒看到 再給妳看一下我的這個 之前抖音 這個魚兒是多少 這是一千多 一千多 然後還有一個抖音的 抖音的碳收入 這樣滿嗎 一個承包的 哇 真是太厲害了 很多都被我提了 提了好多 你看就提一萬一萬 支付寶島 這樣就總共 對 提了總共 反正上個月是 這個這個這個 上個月好像是六十幾萬 看一下這裡 按這裡 是六十幾萬流水 對你看 這個五月 這個五月我們提 看一下哪一月 四月的最強 四月的最強 流水是五十五萬 然後轉出了二十五萬 不過因為我這個號 一天只能轉一萬 就有點少 股票的 好 股票股票 我們看起來都看得很開心 對 所以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很開心 其中一天是 你看這是十多萬美金 這一天的 哇 一天賺十多萬美金 今日盈虧嘛 一天賺了二十三萬美金 哇 你說一天賺二十三萬美金 對 二十三萬美金 就這樣 這是美股的 一部已經證明完它的數據了 那再來我們就要開始 討論 還有教大家 你到底是怎麼賺的 好 先講直播好了 我們先講直播 好 因為很多人真的都是 播很久 你現在在錄嗎 對啊對啊 我在錄啊 怎麼了怎麼了 沒有我以為沒在錄 很多人播 很久很久 都可能賺不到你的十分之一 那你 你 你這個秘訣是什麼 我覺得有很多主播 就比我優秀 比我媳美 他們賺的比我更多 我身有女朋友 他們也會 就是 可以賺一百萬 其實我不算自己影片的 呃 就是平時要多學習 都看 刷抖音上面有一些 教人家怎麼直播 還有 一些就是乾貨類 比如怎麼去 場控這個氣氛 還有別人如果 說話 比如說有可能 有人說什麼梗 你要怎麼接 有些比較入 比較沒禮貌 就是你在怎麼應對 對 還有一些線下的 也會說 你要怎麼維護啊 還有什麼是 呃 就避免採雷的地方 那你覺得 要感謝 就感謝相知相遇相識 然後可以就是 這麼支持我 而且也是就是 特別想就是 特別高興可以認識你 但是 不是想這麼快的去見面 就還是要往一個正能量 更健康的方向引導 對 你剛直播的時候 你剛直播的時候 你第一個月大概是賺多少 就是直播的時候 第一個月嗎 對 我感覺我運氣還比較好 就算穩健型吧 第一個月好像賺了 十多萬塊二十萬 嗯 第一個月賺得很厲害 對 那你那個時候拍的視頻 大概是什麼類別的 其實我覺得我那時候 不太會拍視頻 拍的就 呃 就看哪些大網紅 跟我比較 就是外型 或風格比較像的 去翻拍他們的視頻 就是看那些熱門 就是上了熱門的視頻 然後跟我比較 就可能跟我 形象或定位比較相仿的 那些大主播 就是學習一下 還有他們說一定要上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百萬粉絲的主播 他就跟我說 你一定要是 呃 第一要熱門視頻 配上熱門音樂 再配上熱門文案 對 就這三個都一定要做到 然後文案的話 他說要就是 找這種女性立志情感的話 會更容易爆 嗯 在那去看一些 我一些女朋友 她們剛開播 然後我一看我就覺得 哇 好靦腆好尬 好像當時的我 但我就前幾天 因為我覺得我個人 是學習能力比較強的那種 然後 就會有一個很短暫的那種 尷尬詞之後就好了 那他怎麼留住大哥 留住大哥 嗯 之前我也不太會留大哥 後來我跟我身邊的 只是播的好的女朋友 我看她們一個月播一兩百萬的 我跟她們請教 她就說 就是要 重點是重點好聽上面 就是 要 無時無刻跟她們保持聯繫 跟她們聊天 多聊天 可是就多聊天 哦 嗯 嗯 了解 對 一開始我還沒播的時候 常常就跟她們去 比如陪她們去 深圳 看工藝鏈什麼的 她就會 我 我就點了一盤 就在酒店 然後點了一桌子東西 然後我想 欸她有拿出她的手機 在那邊拍照 然後原來就她 發給她的那些 呃 抖音上的家人 跟大家的看 所以無時會會 讓別人知道 真的是一個像 真正現實朋友的關係 就是 都不知道一起在做什麼 啊 那那個呢 時間上呢 播的時間上 有沒有什麼建議 她說這樣要卡 就是每個人 如果剛開播的話 要去測時段 就是可以 早上像八點到十點 可以 就是你可以這個時段去播一下 其實她們說 早上時段如果 你能夠卡起來也是蠻好的 因為早上其實有很多 就是 企業家或者是一些 工作人會 起來 然後沒事 等開會 會殺一下 然後加上早上這個時段 就大主播 比較少 很少大主播在這個時段開播 就會獲得比較好的能量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是大主播的話 就肯定是九點這個精華檔 然後還有就是 有一些 就是豬場是主播 你又醒過來的話 就十點 十一點之後 對 開始講你投資 你投資怎麼入行的 投資怎麼入行 因為之前我在相愛 有個特別好的女朋友 對 她是在那個 就某個四行做 然後她自己 其實也特別厲害 我自己 就是手上拿出來 她的 她這個比我厲害 就是她股票帳戶 應該有個六七千萬吧 的港幣 就自己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 做投資也做很久了 所以我覺得跟朋友 我反正重要的是 正能量的朋友 會帶你 就是 接觸更多正能量的 情形 那怎麼樣 就一般的 平凡人 怎麼樣能夠接觸這樣 正能量的朋友 怎麼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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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多接觸一些 就是 做有意義的事情 或者是她在努力 去完成她自己的夢想的人 然後不要 少接觸那些 我覺得天天可能會 傷後你的朋友 或是 常常就是 去去玩啊 但是就是 一個美意的社交 就無意的社交 就是 那最後呢 我們會給大家一個結尾 嗯 就平時 都看書 都看YouTube 上面有很多 有知識的 直接的書 你一個月看多少書 一個月 其實也看了兩本吧 你在哪裡看 我會 有時候是 買指示的書 就是 會有一些 嗯 就是 一些人會推薦一些書 然後再去買一些指示的書 然後又會在YouTube上看 嗯 那你覺得要多看哪一類型的書 看你自己喜歡 就是 你自己喜歡的偏好 或者你想要往哪個方向發展 然後就是 把自己不夠的知識去分析 嗯